一个平等心 任何都是平等 就这么一个心都不了 天王佛杀 能够见佛的状元 乃至成就如来的实力 不舍呀 念里头希望求正德 佛的实力不舍此心 心见词难行 当然这路上走得很长了 没有时间 没有条件 没有休息 三财童子真精进啊 我说三餐 一个跟一个三支 也不吃饭 也不喝水 也不休闲 可能这中间没旅店 也没有住旅店 没有啊 经过上都没说呀 成就了 这才真精进 见词难有 边修行 边向南边找 经历好多个果斗 经历好多的村业 经历好多的聚落 中间的过程都没说了 到这个多罗闯城 到这个城里头 他说打听啊 问吴苑珠王在什么地方啊 别人就告诉他了 此王啊 他在于正面 做狮子座 悬浮法画 调育众生 可治者 治 治是设法呀 惩罚呀 法字啊 咱们现在不讲法字吗 犯了法了就自明 说吴苑珠 执法者 罚起罪愣 决起争送 打官司的 赵天是打官司 争送吗 这问题 双方斗争解决不了吗 没有力量的 受欺负的 吴苑珠 忍担负他 就知道 让他 熔断 撒盗邪音 贪臣词 三叶熔断 禁止他 不要说假话 妄言其事 两人的口 远离贪臣邪见 有贪臣词 识呢 惩罚 江丽十弄 江丽十三 而三叶农子 以纵人语 旋即网易 网易呢 就到 吴苑珠王地方去 遥见彼王 离这很远 就看见吴苑珠王 说诺乐院金刚之座 坚固宝宝宝 恶生其宝 我去住 坐的脚 坐的地 无量宝像 一位庄严 今生为往 密法是上 如意 地摩尼 以为宝冠 头戴的宝冠 庄严其手 严谋谈 以为半月 庄严谈额 地青摩尼 以为耳当 好像少数民主 戴耳环 耳当这耳环 很大 耳当很大 看见少数民戴耳环没有 相对垂下 两个相对 无价摩尼 以为婴落 庄严其情 天妙摩尼 以为 今世应讯 庄严其背 那个背啊 戴镯子的 而女人呢 戴那个镯子 戴手上 男人戴 戴到背上 西藏 你看得过 等于是那个 非常有地位 人呐 大 很大的 戴到背上 但是都是 翡翠的呀 马脑那一类的 没有拿金子打 打个背训 这个庄严没有 这个庄严没有 严谋谈一位乞丐 中榜监创 一位伦府 无价摩尼 为婴落 摩尼宝 摩尼宝们为 眼线 大琉璃宝 以为其干 广为摩尼 以为其 以来 以来 扎宝为灵 横出妙音 放大光明 周遍十方 如是宝盖 弥陀 却上 阿诺 阿诺 诺罗 王 有大理 孙 能扶他 忠无能与 地 以 黎诺 帐 而为其 丁 十千大臣 前后 我要 共礼王上 其前后 十万猛卓 猛卓他兵啊 非常凶猛的 行貌 丑呢 衣服 别偏漏 只是 且上 殷背 沉默 眼睛都好大 胳膊卷起来 很凶猛的意思啊 众生 见着 无垢 恐怖 也见着 这个大王 一见他兵啊 害怕 恐怖就害怕 有无量众生 犯了法拉 或者偷盗他的东西 或者伤害 他的人命 或者侵占 别人棋子 会生邪剑 会起 陈恨 会怀 贪戒 武士等 种种 那业 身背 无法 看到无法 没有 手铐 脚铁 脖子也带着 两帮给张开 就叫无法 将一防锁 把这犯罪的人抓来 随其所犯 而制止 法治 会断手铸 该断手铸 断手铸 乖断耳朵断耳朵 会挑眼睛 你还挑吗 会战其手 会拔皮 解切皮面 拔皮抽筋 抽筋 会拿热汤煮 煮到的身体 会火焚 会驱上高山 退上堕落 有事的 无量主动 发声号召 比如综合大地狱 跟那大地狱的最大的无间地狱一样 而散菜动作建了就害怕了 散菜建议 做入试炼 他这么想 他说 我是利益众生的 我在学佛法呀 在求佛呀 求菩萨星啊 修菩萨道啊 说这个大王 灭三法 做大乐业 脑害众生 你脑众生 乃至断出生命 成不顾俱 他人不害怕呀 撒众生又多乐道的呀 我在他这能求什么法呀 心里就想了 我愈辞 而愈求法 我发的是大悲心呢 救护众生啊 他跟我是相反的 跟他求什么法呀 散菜动作才是五十三餐 有三餐 一个钱都讲过了 让他 胜肉 托罗门那 让他上刀三 跳活横 一个 他害怕了 断命 他碰上这个无怨中 杀人无怨 各种行星 他又害怕了 他说我发的是大悲心 利益众生 这个王啊 杀害众生的 我跟他求什么法呀 散菜通子在这个世缘呢 护法善神都跟着他呀 他这么一说 护法善神就告诫他了 他这一想一念 空中有天 有天人啊 这个天都是大菩萨了 被整治的 他散菜心里想的 善男子 就承担善他呀 说你能一念 普远长者 散之事叫 他说你把普远 散之事告诉你 来抢散之事 你怎么忘了 你不要看现象 警告他 散菜阳寺而白之约 散菜 把脑壳扬起 对天上说 我常一念呢 没有感忘 他说你忘 天悦 善男子 你莫要愿离 散之事语 以散之事叫 能引到你 没有显难 是那么的 善男子 菩萨的善巧方面子 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无怨竹风的散巧方面子 不可思议 不要看现象 射出众生智慧 不可思议 护念众生的智慧 不可思议 成熟众生的智慧 不可思议 守护众生的智 不可思议 堕脱众生智 不可思议 调伏众生的智 不可思议 这个天 就是大菩萨 能够有这些语言 护念 善才同志 好多大菩萨 护念的 都发了菩提心了 有菩萨 护念的 善才同志 听着词语了 最后他就 一觉奉行了 一觉奉行了 他道王所顶了 这座 顶了这个大王 白眼 圣者呀 我也先发了 阿罗菩提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发了成正当觉的心 但是怎样行菩萨道呢 愿何修习菩萨道 愿何学习菩萨行 怎么学菩萨行 学完了怎么修菩萨道 我问圣者 善能教唤 愿为我送 今天讲这里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历乐有情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生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灾界法会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念佛五声 恭请赞山法师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十月七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九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新逢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十万兆备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十一月一日 星期三八点半 传授八观哉戒 下午一点半 大悲战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 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意共睦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不必遵守防疫规定 阿红与猫头鹰 村郊的山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一只猫头鹰 夜里经常能听到 它的叫声 这让村里人 很是厌恶 你们昨天晚上 有听到一种怪声吗 什么怪声呢 我也说不出来 那声音怪怪的 听起来很不舒服的 我知道了 你们听到的是 猫头鹰的叫声 猫头鹰 是啊 我们这里好多年 没有猫头鹰出现了 这段时间 不知从哪里 飞来了一只 好像还在这里 住下来了 哎呀 我听说猫头鹰 是种很不吉利的鸟 它要是停在 谁家屋子附近 那家就会走霉运 没错 我们村子里 竟然有了猫头鹰 真是太不吉利了 我看 我们要想个办法 把它赶走 可不能让它留下来 阿红老伯 昨晚你有没有听到 猫头鹰的叫声呢 当然听到了 猫头鹰进村子 可不是什么好事 阿红 你看有什么好办法 把它给赶走吗 为什么要将它赶走啊 它喜欢这里 就让它住下来好了 阿红老伯 你怎么能这样说啊 要知道猫头鹰 可是一种 很不吉利的鸟 那都是迷信的说法 其实猫头鹰 是我们农民的朋友 他们会帮我们 捕捉田鼠的 我宁可粮食 被田鼠偷走 也不愿意 听到它的叫声 那声音 实在是太吓人了 没错 说什么 也不能让这只猫头鹰 留在我们村子里 为了将这只猫头鹰赶走 村民们想尽各种办法 又是放鞭炮 又是用手电筒照它 可是它每一次飞走后没多久 就又会回到村子里 这只猫头鹰可真是执着啊 我们用了那么多方法驱赶它 它仍是不愿离开我们村子 是啊 这要该怎么办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抓起来 啊 你说什么 我想也只剩下这个办法了 嗯 这个方法好 抓住它 处理掉它 但要如何才能抓到它呢 我去借几张捕鸟网 那东西抓鸟 非常好用了 好 到时候我们一起帮忙 非抓住它不可 于是 当天傍晚 大家便在村子的四周 布置好了捕鸟网 就等着天黑后 那只猫头鹰自投罗网了 你们说那只猫头鹰能被网住吗 你放心好了 只要今晚它还来 那就一定能抓到 你们听 它来了 来了就好 这次让它有来无回 听着声音就知道 它被网住了 我们快去抓它 哈哈哈哈 真是太棒了 可别让它跑了 说着 众村民一起跑出了屋子 他们出了屋子后 一下子看到了 也匆匆赶来的阿红 你们刚才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当然听到了 听起来那只猫头鹰 好像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不然它是不会发出那种 惨烈叫声的 哎呀 阿红老伯 你对猫头鹰还挺了解啊 它的确是遇到危险啊 它被我们布置的捕鸟网给抓住了 啊 你们布置了捕鸟网 是啊 既然赶不走它 那就抓住它 它还在挣扎 我们赶快过去 可别让它跑了 放心好了 被捕鸟网抓住的鸟 是逃不掉的 大家一边说着 一边朝猫头鹰的叫声方向走去 阿红也紧跟其后 果然在一张捕鸟网上 猫头鹰正挂在上面 它瞪大了眼睛 不停地拍打翅膀挣扎着 哎呀 这只猫头鹰体型还蛮大啊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处理它 我看不如把它抓起来卖掉吧 谁会买猫头鹰啊 大家躲都来不及了 嗯 你说的有道理 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要了它的命好了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办了 我去找根棍子来 那猫头鹰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它努力拍动翅膀 想要挣脱网子的束缚 突然它瞪大眼睛 一下子看到了阿红 于是便死死地盯着它 发出阵阵叫声 哎呀 这家伙还挺凶啊 我看你还能凶到什么时候 此时 阿红一眼看到了 那只猫头鹰的一条腿 似乎有残疾 阿红突然想到了什么 它睁大眼凝视着它 天哪 难道是你 没错 真的是你啊 阿红老伯 你认识这只猫头鹰 是的 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还得从去年说起 那一天我去镇上的市集 大叔 这东西谁会买啊 太丧气了 是啊 大叔 我看你还是把它放掉算了 阿红好奇地走了过去 他一眼看到了 有人脚前放了一个笼子 笼子里是一只缩成一团 显得十分惊慌的猫头鹰 猫头鹰 还会有卖猫头鹰的 可不是吗 谁会买这种东西啊 你们不买就不要捣乱 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大叔 我们只是想看看 谁会来买你的猫头鹰而已 没错 我们只是想看看 你是怎么把它卖掉的 哎呀 他的腿这是怎么了 哦 那条腿啊 有残疾 你听听 他叫起来 简直就像在哭丧 太难听了 就是嘛 大叔 谁会买一只 叫得这么难听的猫头鹰啊 年轻人知道什么 猫头鹰的骨头 可是一种药材 你们放心 会有人买的 哦 原来如此啊 不过 他的骨头能治什么病 具体 我也不清楚 这只猫头鹰多少钱 老哥 你若诚心要的话 一千块怎么样 好 没问题 就一千块 来 谢谢 老伯 猫头鹰的骨头 能治什么病啊 啊 我也不知道 呃 不知道 老伯 那你买它来做什么呢 不是为了取出 它的骨头来治病吗 当然不是啊 我是准备将它放生的 就这样 我买下了那只猫头鹰 然后把它放生了 看来你和这只猫头鹰 真是有缘啊 那这样吧 它就交给你了 好的 那就谢谢你了 说着 它伸手将捕鸟网上的 这只猫头鹰 取了下来 抱在怀里 猫头鹰 瞪着大眼睛 显得非常安静 阿虹老伯 其实我们也并非要伤害它 如果它别整晚发出 那么吓人的叫声 就好了 是啊 阿虹老伯 你赶快把它带走吧 行 明天我就把它送得远远的 让它飞不回来 第二天 阿虹便带着这只猫头鹰乘车 去到了百公里外的一片山林 将其放生 阿虹老伯 怎么样 把它送走了吗 送走了 送去哪里呢 送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山林里了 这次它可就回不来了 是啊 这么远 它肯定飞不回来了 真棒 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然而 没过几天 那只猫头鹰竟然又飞回到了村子里 猫头鹰的叫声响彻整个村子 众村民纷纷跑出了家门 阿虹老伯也从不远处的家里跑了出来 那只猫头鹰看到阿虹后 展开翅膀飞到了不远的一棵树上 怎么回事 这只猫头鹰怎么又飞回来了 刚睡了几天好觉 又完蛋了 阿虹 这只猫头鹰好像一直在寻找你啊 只要你在这里 它总会飞来找你的 哎呀 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只猫头鹰还蛮痛人性的呢 那就请它不要晚上在村子里叫个不停了 扰人轻梦 是啊 如果它不叫的话 我们还能让它留下来 要不你和它商量一下 啊 它还能听我的吗 试一下吧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好吧 我试试 小家伙 你留在这里我们不反对 但你能不能别在村子里叫啊 会影响大家休息的 果然从那天起 这只猫头鹰真的再也没在村子里叫过一声 阿红老伯啊 这只猫头鹰真是神奇啊 自从那天开始 它真的一声都没叫过 是啊 太不可思议了 这只猫头鹰竟然什么都懂 怎么回事 刚刚夸完它 怎么又叫起来了呢 好奇怪 你们看 它好像显得很焦躁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你要干什么 啊 你这个家伙 快把帽子还我 这只猫头鹰今天真是发疯了吗 然而 小罗话刚说完 那独矮墙突然轰然倒塌 且将阿红刚才坐着的凳子砸得粉碎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天啊 阿红老伯要是没有离开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啊 原来 你这样做是为了救我 猫头鹰救人的事情很快便传开了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大家对猫头鹰另眼相看 它甚至成为了村子里的吉祥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